謝謝 我的東西不見了 我看我的東西不見了 就是我早上起來 我比他早起來了 我就坐在客廳 然後他就挖挖挖 他說媽媽我的耳環掉了 然後哭得很難過 然後我就看到他耳垂這邊 一滴血在這裡 然後我就說怎麼會不見 而且耳環整個都不見 然後在他床上都找不到 然後一直哭一直哭 然後我有試著幫他用我 新的耳環試試看 可是我穿不過去 我又不敢硬穿 然後呢我們就來到了 原本打耳洞的地方囉 二環咧 二環找不到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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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不會掉了 就不會掉了 只是轉上去而已 轉上去而已啊 轉上去而已啊 我們每天都幫你檢查 對他人很好 他還免費幫他補回去耶 但是小朋友弄丟才有 而且他是真的是 才幾天而已 就不見了 我不會再用丟了 我也不會用丟的 這就是我們今天 帶妹妹回來補耳洞囉 對 所以如果有什麼問題 一定要回去找原本的 請他幫你再處理喔 不要自己隨便亂弄喔 對 最後要說什麼 謝謝大家 掰掰 啦啦啦